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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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地藏菩萨本愿经习讲 尊敬的诸位统修 主义护法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呢 在借这个共修的因缘 继续给大家来洗讲 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个就是我们新道场建立之后 第一部经要讲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希望大家能够用你们的虔诚心来学习 来听经 因为上个星期已经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了 听经学许能不能有得力能不能成就 关键在我们有没有地听 你有没有专心 你有没有把你的心放在学习当中 你有没有你把你的心放在在听这一部经当中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能不能成就得利益的关键 希望大家好好来学习 上一次呢已经给大家简单把这个整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纲领 已经为大家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明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这个经体 上一次已经把地藏这两个字简单为大家介绍了 这个地是代表大地 这个大地能够运载一切外物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是没办法离开这个地球的 而且每一个人一定要依赖这个大地 这个大地不但能够帮助我们一切众生 也能够养活我们一切众生 那地下有宝藏 这个藏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功德 地藏 藏是代表功德 换句话说呢 这个地里面呢 有无穷无尽的保障 就是说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为什么无法能够开血呢 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们的内心里面有无量无边的智慧 无量无边的功德 无量无边的变采 那为什么我们无法能够开血出来呢 原因在哪里啊 佛告诉我们 你要把你的心地 这个心地指的就是我们的孝敬 你能够把这个孝敬 能够开血出来 不但对你的父母能够孝敬 而且对生生世世的父母 你能够孝敬 生生世世的父母就是一切众生 你能够孝敬一切众生 那你那个功德 就能够开血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你在你的内心 不会有障碍了 无论在什么样修行当中 你不会有很大的障碍 你会有障碍 是你自己给自己的障碍 无法让你的智慧 无法让你的功德能够开血出来 所以这个孝敬的代表 就是说你要发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孝敬 孝敬都是菩提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把这个地藏 这两个字简单又重复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你那个智慧 你那个福报 其实每一个众生都是圆满基础的 那为什么无法开血 就是因为你自己的烦恼 障碍他了 你要把它除掉 化除 才能够显出来你的福报 所以佛呢 常常在经上告诉我们 好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所以佛啊 常常劝导我们啊 劝导我们 我们 对于这些菩萨要发心修行的 就是说我们要发心 我们这个菩萨要发心修行 就是说我们要念佛的人 我们学佛的人 今天如果你想要修心 首先你必须要跟大地一样 你那个心又跟大地一样 如果你的心能够像大地一样 你无论在什么样的 你不会有障碍的 你对一切人 不会起了厌恶的心 你对一切人 你就会起了恭敬的心 你对一切众生 你不会跟斤斤计较 你不会跟一切众生 起了冲突 起了烦恼 因为一切众生 都是跟你是一体的 是一个的 这个就是孝心 那为什么我们要像大地一样呢 我又有个比喻来讲 我们今天所吃的 所喝的 无骨杂粮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是不是 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有没有 没有啊 今天我们所得到的 无骨杂粮种种的 包括我们自己本身 你所住的地方 都是大地供养给我们的 大地供养给我们的 而且我们所吃下去的东西 都是采取最好的 你从大地 你采取的东西 全部都是最好的 你吃下去都是最好的 那你排出来呢 你排出来的 都是最不好的 都是最安脏的 你把大地的东西 采取都是最好 吃到你的肚子里面 吃下去 你排出来的 都是最安脏 最不好的 大地有没有跟你说 大地有没有排斥你 大地有没有跟你说 我不可以 你不能回到我的大地 你应该回到天上去 大地有没有这样跟你说 没有啊 无论你所排出来的东西 无论多脏 无论多不好 大地通通都能够回收 都能够消化 所以尊敬的 注意同修大德 这个是比喻什么呢 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修行的人 特别是行菩萨道的人 就是我们念佛的人 包括我们今天本人在内 我们一定要先学习 像大地那样 无论他怎么样对待 他就不会对我们的排斥 无论我们怎么样对待他 他通通都在尽力帮助我们 就是说比喻表法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念头的行为 你要利益一切众生啊 你一定离开你的私心的念头 你要放下你的自私自利的态度 不但你要放下自私自利 你要供给一切众生 都是好的 你不但你要放下自私自利哦 但是你能够供给一切众生 而且所给的都是最好的 不但是最好的 也欢喜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个就是大地 无论是怎么样的 他给你都是最好的 他所得到回收的都是最不好的 你们每天要不要上厕所 大地从来没有排斥的 但是如果今天众生不接受我们的福 或者接受我们的福 不但不领情 回头过来 把这些垃圾 把这些垃圾 通通丢给我们 什么叫做垃圾 就是他来批评我们 排斥我们 侮辱我们 毁谤我们 甚至于来伤害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怎么来面对呢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生活上 处事待人 就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 这些逆境顺境的 或者遇到逆境的时候 被人家欺负 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当你遇到顺境的时候 被人家赞叹 被人家的一种恭敬 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 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境界当中 心里很烦恼 心里很痛苦的时候 为什么他这个人对我不好 为什么他的态度真正对待我 为什么他讲话的语气 对我这样的不恭敬呢 你这个时候赶快想起谁呢 想起大地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说 世事能够如意的 没有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的 不是每一件事能够称心如意的 能够称心如意的很少 那我们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处理呢 赶快想起大地 我们怎么样对待大地 大地从来没有跟你报仇 也没有跟你抱怨 也没有排斥你的 他的态度是什么 你赶快把这些烦恼 把它做什么 吸收 不但吸收 而且又能够把它消化 大地就是这样的嘛 不但能够回缩 你这些不 你这些暗脏的东西 而能够帮助你消化 什么意思呢 无论你在遇到什么样的境远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善缘也好 恶缘也罢 你统统又把它变成什么 看下面的那一张 把它变成什么 转成为你的功德保障 今天人家骂你 很好啊 为什么 你消你的业障 人家骂你批评你的时候 你又不高兴 其实他已经帮助你业障 消业障 但是你今天又反应 你又不高兴 你不但消不了业障 又增加你自己的业障 你说 一次不一次呢 所以能够学习佛法的人 是不一样的 会修的人 在什么样境界当中 都是转成他自己的功德了 因为功德才能够帮助我们 聊生死 因为功德才能够帮助我们成就的 我们学佛本来就是如此的嘛 要好好修行 不要重在外表 外表那个不起有作用 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法一定重在实质 你要一定要落实在生活 佛法才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好处啊 所以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所以地藏王辅上的心地啊 确实真的像大地这么厚道 我们常常在社会上遇到朋友 他这个人很厚道 为什么称为他厚道 他从来不骗人 他从来不欺负人 他从来没有讲人家的坏话 从来不说别人的过失 这个人很厚道 今天如果我们不是用这种心态来念佛 你怎么念佛 你都不能往上西方净土 你怎么念佛 你就不能得力的 因为你的心都是在这个范围 被这些烦恼控制 你没办法脱离啊 所以你要放下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我们能够有缘听到 地藏菩萨百愿经 我们真的跟地藏菩萨有缘呢 不但有缘 曾经也蒙地藏菩萨接引 曾经也蒙地藏菩萨的教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曾经有到三恶道去的 你不要以为我今生得人生 你过去不一定 可能你过去从三恶道出来的 你过去从三恶道出来 你今生不好好做人 以后可能又往三恶道去 你看 真的好可怜 不好好念佛 不好好修行 你想一想 你以为 也没有关系了 我今天念佛 保证将来往生西方进的世界 未必 看个人的行为 你的心有没有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的心有没有跟阿弥陀佛一样 我们要很大的反省去思维 那为什么我们曾经有接受 地藏菩萨的教化接引 因为可能我们某一次 地藏菩萨已经把你辛辛苦苦拉出来 把你渡走了 一转世又迷惑颠倒 你看 地藏菩萨已经辛辛苦苦 把你拉出去 把你渡出去了 阿弥陀佛你千万不要再回来了 地义太苦了 三恶道太苦 你千万不要来了 得忍生了 得忍生了 一转世 升到澳洲去了 住在澳洲了 已经住在澳大利亚了 就住在那个地方了 一道境界又迷惑颠倒了 被这个外面的境界而守迷惑了 明文立养自私自利 贪嗔吃卖 统统被迷惑了 不但一迷惑了 回脱过来又毁谤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有没有对我们舍弃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地藏菩萨有没有舍弃我们 没有啊 他大舍大悲 造就哎呀 我辛辛苦苦把你渡出去了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然后你们说 师父啊 地藏菩萨 我太想你了 我在这个世界住得好辛苦 我现在又回来 我真的好想你了 你看我们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佛告诉我们 得人生很不容易啊 失去人生很容易啊 你要进到三三道很不容易啊 要堕在三二道好容易的啊 地藏王菩萨大舍大悲 从来没有排除 从来对我们都没有舍弃 五亮节以来 生生世世都是发大信愿 都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的 今天比如说 有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的朋友 我辛辛苦苦帮助他 他在心在难过的时候 我给他钱 给他做生意 当他赚到钱的时候 他有没有来感谢 不但没有来感谢我 而且又来害我 害我到什么程度 让我很痛苦 让我很烦恼 可能就用鼻翼嘛 有一个人曾经又这样的遇到 让你很痛苦 晚上也睡不好 吃饭也吃不了 让你很烦恼 突然间有一天 你这个朋友啊 你听到 他的生意倒闭了 或者他的房子被烧了 你会怎么想呢 你会怎么想 你第一个念头会怎么想 很多人可能 烧得好 报应来了 活该 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这样想 以前我对你这样 不懂得感恩 你又回头来害我 你这样不活该 那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一般世间的人 会这样想 但是地藏王菩萨 他是不会的 你怎么样来毁谤我 侮辱我 我没关系 我照样来帮助你 所以啊 佛告诉我们 像这一类的人太多了 太多了这一类的人 不但不感恩 不但不领情 回头过来 又来毁谤 又来毁谤佛法 毁谤三宝 毁谤地藏王菩萨 毁谤诸佛菩萨 像这一类的人太多了 你仔细的去观察 你就知道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 告诉我们 像这一类的人 他的果报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看下面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看到这段经文 我们常常告诉我们大家 无论你有多大的糊涂 也不要犯这样的果实 你要记得 果实是因 有因必有果 果报在哪里呢 你看 佛在这一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 特别是第六品 如来赞叹品第六 在这第六品里面 有一段经文 佛告诉我们 如是之人 如是之人 就是说像这样的人 不但不领情 不感恩 回头过来 又来毁谤 伤害 像这样的人 将来会躲在哪里 你看 你看到这一段 我心里 常常每次读到 地藏菩萨本愿经 我千万不要犯这种故事 犯这种故事 那就 那就阿弥陀佛了 真的 贤解 千佛 灭度 贤解就是讲 我们这个大时代 我们这个大时代 会出现一千尊的佛 释迦牟尼佛 是排第四 将来 米勒菩萨是第五 一尊佛 要出现在这个世间 很长 你看 释迦牟尼佛 刚刚离开我们 两千五百年 米勒菩萨将来 出现在这个世间 还多长时间 五十七亿六百万 你想一想 一尊佛 要出现在这个世间 你看 贤解千佛 灭度了 这一千尊佛 已经灭度了 极毁之暴 尚在阿弥陀佛 受极重罪 一千佛 已经灭度了 但是你还在五间第一 受重罪 在这个五间第一 多长时间 经过协议 就是说 在经过很长 很长的时间 你才能够从五间第一 出来 五间第一 出来 你往哪里去呢 放手 恶鬼 就是直接到 恶鬼道去了 在恶鬼道 你要经过 多长的时间呢 又经千节 又经千节 又经过一千节 你想一想 不要说大节 我们用小节来算 那就不得了了 从恶鬼道 经过一千节 最后 最后 又复寿到哪里 到畜生道 在畜生道 又经过一千节 你才能够方得人生 你才能够得人生 得人生之后 你是不是得在 现在一个 很好的家庭 没有啊 众受人生 贫穷下贱 你生在一个贫穷 很贫穷 又下贱 租根不去 租根就是我们的六根 可能会瞎 耳朵可能听不到 就是废人 多被恶月来节 起先不久之间 妇脱而到 你讲一讲 接受生 得人生 人生结束了 又堕在地狱去 世故普广 我们看下面 击毁他人 供养善祸持报 何况别生 恶间毁灭 这个果报 你只是取笑他 取笑一个人 来赌地上 辅沙本愿经 你取笑他 哎呀 你不要赌地上 辅沙本愿经 哎呀 怎么样取笑他 你毁谤他 就有受到 这样的果报 何况 你起了一个恶见 就是不善的念头 来伤害 来毁谤 那这个果报 更恐怖了 所以尊敬的 主要同修大德 你看一看 你想一想 人为什么会到 这样的愚痴 愚痴到这样的程度呢 所以我们看下面 地藏王菩萨 你在看这个地藏菩萨 本愿经 你去看一看 很多次地藏王菩萨 讲到这个恶道的众生 有一种喜气 恶道的众生 就是我们 很刚强 很顽固 地藏菩萨 都无奈 都没办法 极度都是落泪 地藏菩萨 很多次 我在地藏菩萨 本愿经 你看得到 几乎都掉眼泪 看到我们这些众生 太顽固了 一牛头 又跺在散热道 这个众生呢 可能是我们了 我们是不是属于顽固的吗 刚强的吗 我们确实真的是顽固的众生 很刚强的众生 不听话吗 叫你要断恶修上 平平天天造恶 哪来不受果报的呢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知道 尊敬的 主义同修大德 学佛的人 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地藏菩萨 这两个字 我们看下面 在地藏十论经里面 地藏十论经 为我们说明什么 说明安然不动 犹如大地 净律深密 犹如秘藏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说明地藏菩萨的心 他的慈悲心 对我们一切众生的关怀 对我们一切众生的关心 对我们一切众生的爱护 就像大地一样的祸到 大地对我们的爱护 对我们的照顾 对我们的关怀 所以地藏菩萨的心地 是含藏了 无穷 无尽的功德保障 因此称为地藏王菩萨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称为地藏王菩萨 就是这个原因 那如果今天我们 我们看下面 那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学习 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我们可以借用一下 这个菩萨的名号 地藏王菩萨 借他的名号 把这个名号落实在生活 处事待人觉悟 怎么样对一切众生的关怀 因为这个名号是通明 我们要知道一切菩萨 只要具备地藏菩萨的愿力 都可以称为地藏菩萨 什么意思呢 只要你能够孝敬一切众生 不但对一切众生能够关怀 也能够尽量来帮助一切众生 你就是地藏王菩萨 你今天能够慈悲来 爱护一切众生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这个就是 所以佛在第二篇里面 我们看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 常读地藏菩萨本元经 你就能够看得到 你看第二篇叫做分身 几会品第二 我们看到了什么 有那么多的地藏王菩萨 而且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 这些菩萨 都是有一个共同的愿力 都是地藏菩萨的分身 你看第二篇 释迦牟尼佛 他说 这个菩萨有多少 太多了 这些菩萨是谁呢 都是地藏王菩萨来化身的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意思 所以尊敬的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学地藏王菩萨 这样的精神 就是孝敬一切众生 那我们今天来念阿弥陀佛 没有一个人不往生的道理 因为今天我念阿弥陀佛 不是要去享福的 我今天念阿弥陀佛 将来我要成就 将来我要成佛 将来在西方启得世界要学本领 而这个本领将来 要去帮助一切众生的 所以你那个念佛的精神 你就不容易退转了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我今天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没有一个的目的 没有别的 就是要学这个本领 来帮助一切众生 我今天去见阿弥陀佛 一见面跟阿弥陀佛说 我要到死方一切诸佛国土 我要去帮助一切众生 你有这个本领 因为你蒙阿弥陀佛的加持 所以我们要学习地藏菩萨的精神 不是学地藏菩萨的愿力 什么愿力呢 地义不空 事不成佛 我不入地义 谁入地义 这个我们不能学 你一学 不但你帮助不了众生 你自己多了地义 永远出不来了 地藏菩萨有那个能力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就不用学了 学他的精神 你不要说 那我是不是要学地藏菩萨 我不入地义 谁入地义 地义不空 我不成佛 那就惨了 你这下惨了 网上细胞技能世界 没有这个机会了 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说明 这个地藏王菩萨 这个名句 地藏 那菩萨什么意思呢 菩萨什么意思呢 我们常常不是念 这个老菩萨 那个老菩萨 这边子老菩萨 那边老菩萨 到最后你问他菩萨是什么 他还搞不懂 你问他菩萨是什么 也说不清楚 你问他菩萨是什么 我还搞不清楚 反正菩萨有败就有薄比 福建法讲 反正这个菩萨 就是这样的 菩萨是做什么样的事业 菩萨的范围是什么 他来到这个世间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主要性是什么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真的 你问旁边的人 你不相信 等一下你共修 结束你问旁边的人 菩萨是什么 我不知道 很多人把这个菩萨当做什么 当做神明 当做什么 当做财神 当做什么 当做保安来看待 把菩萨供在家里 菩萨我今天供养水果 你要把我的家照顾好 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态 把这个菩萨当做什么 当做保安来看待 当做什么财神 也来看待 菩萨我也供养你 你看我天天供养给你 你要让我的生意兴容 你要帮助我 你帮助我 我要回报你 那是不是 菩萨不是贿赂了 那不是贪污了吗 你看我以前 曾经有遇到一个老菩萨 他家里供了一宗观世音菩萨 天天供着 那有一天 他拿到佛堂来 拿到佛堂做什么 他说师父 你能不能帮我加持 为什么帮你加持 因为我天天供着观世音菩萨 我家里被小偷 我的一条项链被偷走了 对了 菩萨来跟我诉苦 我不想败了 又不灵感 不感应 你看 你看我天天供养观世音菩萨 师父 那为什么不感应呢 你看我的项链 我最爱的项链不见了 被小偷拿走了 我很痛苦 你看 把这个菩萨当做什么 当做保安来看 我们看下面 最后的 菩萨呢 他的全名叫做菩提萨特 是佛教的素颖 也意思说古印度化 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特别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 所以把这个式为翻译为菩萨 那什么意思呢 寻装大师 我们看下面 寻装大师把这个菩萨翻译为什么 叫做觉有情 说明了他是觉悟有情的众生 他也是人 他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也是人跟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也是人 他也是人 但是菩萨以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菩萨在觉悟的这一案 我们在反复是在迷惑的这一案 这个差别 他在觉悟的那一案 他已经觉悟了 他已经觉脱了 他已经过得很自在 很美满很快乐 我们呢 我们就是反复 为什么反复 因为我们在迷惑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简单给大家 说明菩萨这两个字的含义 菩萨他真的是一个人 他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他呢 跟我们的区别啊 因为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不会再被迷惑了 我们呢 天天都被迷惑 所以我们的生活啊 会很苦 为什么会很苦 因为我们天天被迷了 放不下 看不破 对一切万法 执着的很严重 所以产生感到了 种种的烦恼和痛苦 菩萨是没有 菩萨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都是智慧的 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都是在造业的 这个都是菩萨的境界 所以他们过得怎么样 睡睡平安 年年如意 我们呢 睡睡都不平安 年年都不如意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在迷了 天天迷了 那要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个苦呢 唯独有一个方法 就是菩萨 下个星期啊 再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祝大家老实念佛 祝大家身体健康 也希望大家下个星期 我们再一起来学习 因为呢 学地藏菩萨凡愿经啊 这个功德太大了 把这个听经的功德 学习这部地藏经的功德 我们通通来回向 回向给我们的累结 因亲在主 回向给我们过往的父母 回向给我们现代的父母 希望一切众生能够睡睡平安 年年如意 能够吉祥 能够快乐 能够幸福 我们下个星期一起来学习 因为你们的来听法 是最大对我来护持 你们没有来听经 我怎么一个人一个人讲呢 对不对 我不可能对一个电脑 一个人说 那不是神经病了吗 对不对 你们有在 等于给自己 给我这个自己本身 这个加油 鼓励 我们下个星期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祝大家老实念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对谢谢大家 我们要到 delete 我们欣 gn个弟肉 我们下个星期无论 称莭 广